我们的联合军事行动 那么就无论是从演习的兵力上来讲 就是达到了陆海空 包括火箭军 战略职业部队等等 这个联合作战的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气高 接着从演习科目上 也确实比较多 包括风控 对海对空的这种一系列的科目 那么第三个就是范围 演习场地比较广泛 同时那么在台岛周边 那么设立了六个演习 这个训练区 那么进行海空联合训练 援火实弹射击 以及长岛石射 那么可以表明 解放军完全可以控制 台岛的一个出口 那么对于台独分子 是一个很大的震慑 这也表明人民解放军 具有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 这么多年的国防军队现代化 特别是经过改革以后 格局一新 面貌一新 体制一新 结构一新 无论是武器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 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我想这都是未来 为我们实现国家统一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有利 我的一个新的战略格局 战略态势 敌人 你敢近一尺 我就敢还你一账 这样一个态势 实际上就是为未来统一 创造了一个新的格局 你看过去台湾一代强调 所谓的海峡中线 我们说从来没有 所谓的海峡中线 如果说把六个区域 用条线连接起来 台湾还经常讲 我的12海里 你有什么12海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无论是美国的外部的干预势力 还是台独势力 你越是挑衅 我认为越为我们未来的统一 创造一个有利的机会 而且进一步为我们未来的统一 营造一个新的 有利于我们的战略格局